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从小就喜欢喝花 所有的笔都成了我的画笔 所有的虚都成了我的画纸 只是为了生活 我做过很多的事 就像推石墨一样的 转了很多的圈 走了很多的路 最后回头一看 发现自己还是喜欢画画 画画就像我命运的木星 一直在那里倾帮着我 一直像银河虫一样的发着光 后来我决定 我再次拿去画笔 我画过山 画过水 但更喜欢画人 喜欢人群中的烟火气 我去过很多古镇 像凤凰 茶栋 振元 那里的一黄一网 一茶一掌 看似平平无奇的东西 它却能深深信我 有一天在一堵老墙上面 我发现了一艘长却的童谣 而是那种游戏场景 正是点燃了我心中的那种烟火 眼前还浮现出好多玩过的那种游戏 打铁王 打当空 打指板 甚至还有小时候听到的那种狗叫声 我与童谣跨过了十斤的山海再次相遇 从此 我在艺术的路上也多了一些乐趣和欢喜 多了一些轻盈与独定 世界之大 你我既是过客 长沙童谣 他也是我生命中的过客 二十多年了 长沙城县也发生巨病 很多老长生人不在了 很多脑结也没有了 收集童谣的过程由于死神晒跑 很多人不记得童谣了 离我们家喻户晓的月亮八八 好多人也只记得了我们一两句 童谣的图然正在消解 童谣他正加速地脑去 刚开始画童谣只是完 后来我对童谣的喜欢 觉得夺了一份责任 我尝试用作笔 防御时代的阴火 用野趣的线条保障童谣的呼吸 让人尽到以后 闭于听到 闻到 甚至触到 如果童谣注定要在时代中消亡 我希望他至少在我的画中是合作的 你像这幅画 就是小孩子玩的一种手上的游戏 磨子磨 鸽子鸽 长子长 妈一直上去口手吧 时光在流色 童谣在变老 我也在变老 不过我相信 现在的他肯定会活得比我更久 而我也很庆幸 我能在他的生命中路过 还能留下我一点点印记 也算是在淼淼一生中有点意义吧 蔡二 本名蔡影强 他费时近20年收集长沙童谣200多首 并一一绘画 成册 内容涉及游戏 数字 市井 历史 地名 谜语 奥口令等 2021年 长沙童谣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行街上交了你绿址 千里的女人在变老 牛顾的宜光 一绘画并且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大和真reck的八摆位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